第一個請各位開就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最後我是希望做出來結果類似像 我們可以把這個 大樂透歷年的資料全部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並且統計說 大樂透到底哪一個號碼 這個出現的機率是最高的 當然這前提其實跟前面的那個樂透彩 用的方式是一樣的 就是一樣是先取得 當然之前的樂透彩只有兩年了相對資料比較少 可是大樂透的話呢相對因為它的資料量其實相當的龐大 我把那個 這個所有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總共的話呢它總共開出來的 哇那個 列數的話當然1920 減1的話就1921減1就1920 等於是1920期的資料 那如果 每一期總共6個號碼的話 這個把它乘以7之後 那它相對數量是非常龐大的 那如果我想知道說呢 到底哪一個 哪一個數字 開出來的 機率是最高的 那如果我用之前的樂透彩方式 完成的話 那這邊的話 那我可以看到 目前看到 排名 我們一樣用wag.eq 然後 這邊的話呢 我最後一樣把它格式化 如果我把前7名的 顏色做一個格式化 那一樣把這個底色填出來 那最後可以看到 這個 以目前看到 邊號1號跟2號 當然 這兩號嘛 排第4第 第3然後呢第8 那當然如果我想要把它列 一樣 類似像那個前面講的 列出 前7名的清單的話 那當然我這邊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幫我把那個清單給列出來 那可以看到1到49號 其中的話呢 1號 2號8號 然後 30 31 40 41 43 當然呢 我這個地方呢 列出前7名 是按照什麼 按照 這個排名 如果假如是 小於等於7 如果這個條件發生的話 把它同一列的 A欄資料 複製到D欄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請各位 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完成這個範例 所以呢 首先的話 當然我們把它分成兩個 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是 下載所有資料 那下載所有資料的話呢 第一個 其實當然這個城市相當的複雜 所以有些地方 假如你對於城市比較不熟悉同學 你們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上面 我有把 最後我完成的這個城市 放在雲端上面 那我大概 分 幾個階段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 影片裡面上禮拜其實有講到 我大概概括 重點 講一下 這個裡面到底他怎麼 去下載這個樂透雲裡面的資料 樂透雲裡面的資料 這個我有個連結 那當然我是用Google找到 這個假設我要分析那個大樂透的歷史 然後我就Google一下那個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那我可以找到那個樂透雲 那因為他的業數非常多 如果按照平常我們的方式來做的話 當然一般是什麼 把它做選取 然後Ctrl-C Ctrl-V 那如果你是做Ctrl-C Ctrl-V的話 這邊總共有64頁 總共你每次 假如說他資料又更新的話 每次你都要再來一次 那當然相對的 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我有一個想法是說 我用什麼方式 利用那個Excel裡面的 相關功能 Excel裡面他有提供 資料裡面一個 從web 這個功能 OK 那這個功能實際上 他就可以幫我把 網頁上面的資料 把它抓下來 可是呢 如果說你 用 他一次只能抓一個page 所以如果說你要用這個功能當然快一點 可是呢 他還是非得要做64次 所以其實還是不夠有效率 所以呢 我們其實可以怎麼做 我這邊其實是 把他這個動作 做一次之後 把他錄下來 好 這錄下來 把它當個範本好了 所以這個是錄一次啦 假設你執行 這一段程式的話 基本上 他只會下載一頁 那主要 你可以看到 這個indage page 等於1 也就是說呢 他每一次變動 這個頁面 基本上變的 就是 只有這個參數 indage page等於1 那如果我點 假設我 其實我點這個2的話 其實就等同 這邊有個頁面 點這個頁面的話 你會發現上面呢 只有這個 參數變動 當然如果你不點 你用輸入的 比如說第3頁的話 你其實你 更改這個數字 按enter 他結果一樣 會顯示第3頁的 所以其實 我們這個地方 假如說 我希望能夠 P4的 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也有 錄製一個劇集 那第2個的話呢 再把它更改為 P4下載 所以 這個 假設我要全部 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基本上 我 主要是寫了一個 回圈 那這個回圈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 給他我要的頁數 那最後的話 並且 把它更改這個地方 其實就更改 這個參數位置 那他會幫我把所有資料給下載 所以 這個當然第1步 我如果要做的話 你們可以 比如說 開一個空白的好了 假設我重新再 再來 這樣會比較 你知道 發明媒切 發明媒切啊 下來之後 將來要變更的話 當然 就是會需要 批次 那批次的話 變成說 我需要把 這個頁面下載 當然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變成就 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當然不是好方法 尤其是 現在的資料量 其實相當龐大 很多資料其實都放在網頁上面 那如果你不懂的 爬蟲的話 可能你在 土法鏈鋼花的時間實在太多 而且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每天都要做一次 那如果每天 甚至每天要做很多次 那當然 就非常麻煩 像股市資料 期貨資料 或者證券 等等的相關資料 跟金融有關係的資料 那當然 這個部分呢 就非常需要用到爬蟲 來把資料抓下來 甚至說你要抓取的 不是國內資料 比如說像美國的 股市資料好了 那當然有個時差 你不可能說我們半夜 他在上班 可是我們在睡覺 那你不可能說半夜 你還要起來去抓那個資料 那當然相對 會是很麻煩的事 可是如果說你會爬蟲的話 甚至你可以 把那個時間設定一下 它有點像是 鬧鐘一樣 只要你電腦打開的情況下 他就可以自動去幫你把資料給抓取回來 那你隔天早上醒來之後 也許你可以再 再去處理這個資料 其實也OK 至少你這個資料是有取得的 所以 當然 我是覺得這個趨勢應該是很明 明確的 因為現在資料量 只會變多 不會變少 以這個情況來看的話 那當然 必須要把這個給學會 所以呢 待會的話請各位 第一個 假設我們 再把那個上禮拜重點回顧 第一個 開一個空白的好了 或者你可以 直接放在那個樂透彩的那個 那個範例也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把剛剛的那個檔案 貼到我們的 這個所謂的 我們把那個制定功能區那個 開發人員打開 那打開裡面的話呢 找到那個Visual Basic 因為我開另外一個檔 我把這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的這個模組把它關掉 那假設說我現在底下這個是空白的 這個Excel檔 裡面沒有模組 所以第一步你就插入一個模組 那程式的話就放在這裡面 所以 你就把剛剛的這個範本 這範本的話 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程式 你就把 這一段 把它放到這裡 Ctrl C 然後把它當範本吧 將來如果說你要變成 其他的地方使用的話 主要就是更改一些東西就可以了 主要是更改這個網址 後面這個網址 那 當然呢 我現在呢 假設 我已經把 這一段 給 下載下來 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這個放大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如果執行它 你會發現 這個indage page 等於1 所以抓下來資料應該會是 只有第1頁的資料 那如果我想要抓其他頁的資料的話 接下來 你就把這個 把它改一下 也許本來要大樂透下載 就只能抓1頁嘛 如果要抓 64頁的話 那接下來怎麼改 第一個 也許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改成批次好了 OK 當然呢 這個城市對大家來說 不是很 可能很多同學對城市都不在行 不過我想 至少你會改吧 我覺得 VBA至少 而且你不會從頭寫 但你至少看得懂 人家給你的範本吧 那其實我在雲丹白板上面放了非常多的範本 以後呢 你就拿來改 就OK吧 至少 你會 比那個圖塊鏈更快太多了 所以千萬記得 尤其你們畢業之後 現在職場上非常需要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 這方面人才 而且有些職稱 還是新的 像現在比較夯的什麼 像大數據分析師 這個也許你們聽過 那現在還有什麼 大數據 資料架構師 可能有些名稱我都沒聽過 像什麼 還有什麼 有些名稱 蠻特殊 或者是 什麼 視覺化 這個資料架構師 有點名稱 因為跟著 未來的需求 未來的需求 實際上第一個 或許以後 至少要爬蟲吧 你才有辦法去處理大數據東西 怎麼改 首先第一個 把這個 把這個 程式先貼在模組上面 把它改個名稱叫批次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其實主要是改 假設我要 把1到64頁 全部下載的話 當然呢 你可以在 第一行的下方按Enter 按個TAB好了 然後打一個 我現在要1到64 那就 4i 等於 1到64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 需要產生一個變數 它這個i的值呢 就會從 1幫我變動到64 那我只要把這個i的值 放到這個 1的這個位置 把它蓋過去 那就OK 所以我已經知道 有一個回圈嘛 那我就把 這個Wiz 到EnterWiz 這個範圍的程式 拖拉到 哪裡呢 Fall跟NAS的中間 那一般習慣 就是要縮排 所以呢請你把 那個Wiz 到EnterWiz 選起來按TAB鍵 好 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 剛剛那段程式 只能抓1頁 把它放在一個回圈裡面 讓它重複做 重複做幾次 重複做64次 好 那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把這個InlagePage等於1 把它改成i 那特別注意喔 i你不能直接 就放進來 不對 因為它這個i放進來 它會變成一個文字 所以你要讓它是一個變數的話 那方法跟前面講過蠻類似 就是 請記得 你不能背口訣好了 雙印號兩個 選取1嘛 雙印號兩個移到中間 再end兩個移到中間 再加個i 那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end符號前後空白 OK 那意思就是說呢 把剛剛的1 怎麼樣 變成一個 變數 所以喔 它第一次會放1 第二次會放2 一時類推 那總共會 放64啦 所以如果你現在執行它會怎麼樣 我先把這個旧資料先刪掉 全選就是選那個左上角這個點 然後按delizer 然後問你是要不要刪除 刪掉了 再來的話我就執行它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 去幫我把網路上的資料 64頁全部下載 大概一兩秒鐘就下 不過你會發現 它雖然全部下載了 不過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它下載的話 第一次下載應該在這裡 這個是第1頁 這個應該是第2頁 這個是第3頁 它變成長橫的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不希望它長橫的 那你應該怎麼樣 應該讓它往下 不然的話 雖然說現在資料全部下載了 但問題 這樣的資料好像不太能用 為什麼 因為你要統計分析的話 那 號碼在哪裡 你必須把它集中在一起 所以喔 如果你希望 不要讓它橫向發展 而讓它縱向發展的話 那接下來你可能要考慮一點 什麼地方 特別重要 這個參數裡面喔 有一個地方 必須要變更 哪裡呢 它這個 下載完之後 它這邊有一個參數 叫做Distination 意思就是說 我將來呢 下載的資料呢 放在 哪一個 儲存格當起點 然後預設值就A1 意思就放這裡 所以如果你每一次都A1 A1的話 他怎麼辦 他如果看到A1有資料 他就把它擠過去 A1有資料又把它擠過去 所以也就是這樣 第一頁一定永遠在最右邊 那 那個最後一頁一定是在 最左邊 那可是不對啊 這樣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把這個A1 這個E有沒有 讓它往下放的話 這個可能喔 就變成要改一下 改什麼呢 當它 比如說我全部再再一次 把這個清除掉 Distination 當它怎麼樣 當它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放在 1 第一列的位置 那如果它不是 第一 就是說它裡面已經有放資料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 讓它追蹤好了 怎麼追蹤呢 向下追蹤 所以喔 那我這邊跑一次給各位看好了 比如說我類似像這樣 我這邊設中斷點好了 那這個中斷點就是 層次讓它停下來 然後 就是你跑一下 然後讓它停一下 OK 這個叫中斷點 你可以點旁邊這邊 它會出現中斷點 然後讓它run一下 好 那在這邊停下來 然後run 點一下它就跑一下 好 這個時候呢 它已經 把資料 下載到 第一頁而已喔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的i的值 目前是1 變成2 它現在2還沒執行喔 所以喔 如果要把2放進來 它就下載第二頁喔 但問題來了 我這個地方呢 假如說是1 那它又會把它擠過去 不對 我不要讓它擠過去 我希望呢 讓它往下放 可是我要怎麼判斷 所以接下來 還是一樣 我需要把這個地方的1 改變成 一個變數 就有點像剛剛那個 indage page 有沒有 這個地方是改成一個變數 那變數名稱叫什麼 其實喔 我們乾脆叫r好了 習慣列就r r就roll 縮寫 那請你在回圈下面這邊 增加一個 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就是說如果 假如喔 如果 什麼情況下 會放在1呢 就是 當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這裡面空的怎麼敘述呢 也許我用那個 儲存格 a1當代表 a1 假如說a1裡面的資料是空的 空的就是兩個雙以後 空一格然後 then 這個固定寫法 邏輯都一定這樣寫 那如果 它是空的 做什麼事就寫在下面 那反之 一般我習慣是把那個結構線打 反之就寫在 else的下面 那一般呢 會結束一個邏輯的話 就andif 這個架構是固定的 好 那如果說呢 假如a1是空的 那我r 假設這個變數 等於1 那反之的話呢 像這種情況 我把這個 層次呢 往上拉 這個其實你會發現 VBA我覺得 它在除錯環境 還蠻人性化一點 是說 如果你層次跑過 中段點的 你可以讓它往上 重新再跑 把它往上拉就可以 這邊有個箭頭 你看一下 這個條件是不是為True 如果為True它就跑這裡 為Force就跑這裡 那目前應該是 它是不是等於True 你把它選起來 移動到上面 它跟你講Force 那Force 不是喔 因為a1裡面已經有日期的兩個字 所以不是喔 那怎麼辦呢 那沒關係 如果假如有放東西 那我就 再讓它 往下追蹤 所以我會需要有一個功能 叫向下追蹤 一般我們追蹤的話 是Ctrl鍵按住向下 Ctrl向下 你會發現 Ctrl向下 然後 那我要 放的位置 應該是 Ctrl向下 之後的下一個 那你就幫我把它放在這裡吧 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知道說 這個92這個數字 可以讓它每一次都自動更新 特別 這蠻重要的 所以喔 這裡的話呢 請你在這邊加一個 R 等於什麼 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的話 從哪個追蹤 我從 A1 從 A1 比如說優標放這邊 Ctrl向下 所以呢 我就從 A1追蹤 那A1的話 比較偷懶的方法 是把這個 A1 A1儲存格 那向下追蹤的敘述 就點 END AND AND的話呢 有點像是 這個範圍的邊界 那你在刮弧 它問你說方向 你是要哪個方向 去追蹤呢 那你就找到 Excel Down 意思是向下追蹤 有點 像是 AND 刮弧 Excel Down 有點像 Ctrl向下的意思 那向下之後呢 我要怎麼樣得到 這個值呢 其實你可以 再加個點RAW就可以了 RAW的話呢 是 屬性 其實就是資料 你會發現這個圖上 其實畫得還蠻清楚的 意思是說把 什麼資料呢 RAW RAW是指的是這個 所以他會幫我把 91的這個資料 帶到這邊來 但問題來了 我其實我不是 要放在91 我應該是放在92才對呀 為什麼如果放91的話 那會蓋掉 他一筆資料 不對那應該放 92那怎麼辦 很簡單 你在這邊加1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判斷 如果他 沒有放東西的話 那就從頭放 等於1嘛 OK 那如果他裡面已經放東西 他就向下追蹤加1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 條件是不是為True 當然他跟你講 不是 那不是的話呢 你按 再來喔 這個程式 剛剛中斷之後呢 如果你要 你不要讓他直接跑完的話 不要按上面喔 F5是全部跑完 我是建議 你可以按 F8 真錯裡面也有啦 F8就主行 主行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程式的細節 他會跳 所以喔 FORCE的話會跳L10 那L10的話呢 就會 執行下面這一段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R等於多少呢 R就等於92 所以意思我要放在這邊喔 那我只要把這個R的數字 把它放在哪裡呢 把 Destination這邊呢 本來是AE對不對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R就可以了 那改的方法跟前面一樣啦 當然 最簡單的方法 你把E delete掉 然後呢在雙引號的右邊喔 空一格加一個 andR就可以了 這樣子比較快啦 不過 也每次都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你前面交的不是說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嗎 那為什麼你現在 寫這樣喔 我剛才有再寫一次 如果原來E對不對 我剛講過喔 如果你要背口訣的話 就是把E選起來 然後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R 然後呢 and前後空白 那其實喔 你會發現喔 他最後結果一樣是andR 然後and後面加一個什麼 and空的 那實際上 and空的沒意義啦 因為你and空的 等於是多寫了 所以 一般喔 不需要 所以你就直接andR就可以了 這個跟各位說明 因為這蠻常的同學問 andR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R R裡面現在是 他可能要 他好像要重新跑 OK好沒關係 重新再跑一次 好 那所以我再跑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喔 92嘛 OK 所以呢 你會發現如果我執行 按F8 然後他就會 到Refresh這裡下載 那你會發現呢 第二頁的資料呢 那就幫我放在這個 這個地方了 好 那再來就下一個 下一個 NAS的話呢 那I呢 就變成3了 我這個 更正一下 從現在跑 因為剛剛有舊資料 把它全部刪掉了 所以呢 重新跑 第一次 I等於1的時候 下一個等於1嘛 所以 裡面是空的嘛 所以裡面是空的狀況的話呢 他就下載到這裡 那假如說呢 當I等於2的時候 那他就去 向下追蹤 追蹤到91的下一個 所以理論上呢 再執行的話 他就下載第2頁 那第3頁怎麼辦呢 一樣嘛 所以第3頁的話 當他等於3的時候 那R等於183 所以183 感受向下 其實就在這裡 182加1嘛 所以你會發現 第3頁下載的話 就是在這裡 所以意思類推 我這邊中段點就把它取消掉了 讓他全部跑完 那你會發現 他就一直轉 等於是說呢 他就幫我把第1頁到第 第64頁東西 就全部下載了 所以總共的話呢 他下載了5000多列的資料在這裡 但是 這個資料實際上 當然你會發現幾個問題 這個資料 其實已經可以拿來統計了 只是說這個統計 裡面的話呢 可能還是需要動一點手腳 什麼手腳 其實我們需要的資料 其實就是大樂多重獎號碼 跟特別號 所以 如果假設你後面程式不自己寫 不想再寫 其實也可以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先把 這邊的資料 留下 中獎號碼跟特別號就可以了 再來還有一個地方 會需要做 就是說 你需要把大樂多重獎號碼切開來 因為他放在豆點裡面 你現在這樣沒辦法統計 怎麼把它剖開來 其實如果剖開來號碼有 那其實就可以統計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講到的這個部分 先試做做看 那這個東西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 就算了 就算了